我们的地铁在这里看的很明显 我们这一条隔过来那一条隔过去 然后内部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地 对内部所有都是我们的地 这围墙围起来的地方都是 对对对对没错围墙围起来都是 总共占地是1.6万方 1.63万方 然后我们的1.63万平方米 1.63公顷 然后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土田的高度 我们这里已经是给整个园区打了一个样 我们土田的高度总高度达到2米2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过去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你要填这么高 他说你在浪费钱 但是你今天过来你经过2号路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2号路现在在修完之后 它填得非常高 如果我们没有提前把我们的园区抬高 未来我的排水管道怎么会有高差 这都是我们提前考虑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项目的1楼的位置 已经到隔壁项目的围墙 都快到它的围墙高了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等到雨季疯狂下雨的时候 我们的水只会往外面流 而我们自己的小区 一定不是淹水 这是我们给客户的承诺 我们社区绝对不淹水 是是是 这个很重要 而且您再看一下我们店的土 所采用的石头的比例 是特别特别高的 这有一个好处是 未来的地不会出现很严重的沉降 如果都是用沙跟土 那未来沉降 然后29号的时候 软庄公司会来把里面的家具跟家电会全部配齐 所以我们7月1号就达到可以对外展示的要求了 好色好色好色 我们所有的产品做的都是这种两层的小毒洞 是是是 门口的话前面是一个前院 前花园 边上会有一个侧花园 背后还有一个后花园 我们是这样前面的话是小别墅的花园是2米25 并不是特别大 大别墅的话会达到4米多5米 还有特别大的会达到10米 根据不同的规格 这花园的话是2米 是是 那大的地很大 后花园还有一个2米 哦 对 对对对对 侧面有一只帮外面那条那个那个地界那里 那我们到围墙就会给它弄起来 一般的 目前的话我们一楼正在石砖最后的收尾 挺好的 我们是硬砖 到时候就是 吊顶 地砖 墙砖 还会有吊顶吗 吊顶的话是这样是简单的吊顶 当然有的客人他会选择卵砖升级他需要我们给他做那种中央空调料理 这个就不同人的需求了 明白明白 但是我现在先讲标配 标配的话那就是地砖 南砖 跟厨房的整套的橱柜 这边的厨房 对厨房 然后这里是餐厅 这边是客厅 如果是我们大套的别墅 客厅会整个 就没有这一块 整个 还是一个大门 然后一楼的话就是 厨房餐厅客厅 这是动态的区域 这一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最小最小的房间 保姆房 整套房子最小的一个房间 我们一共是四房的一个设计 蛮大的 你会发现我们 因为我们的棉筑是 小竹洞 竹洞意味着 四面 都是通风都是采观的 你会发现没有个空间 是看 一定都有阳光都有窗 明白 然后二楼的话 是这里是一个次卧 这里是次卧 这边还是一个次卧 两个次卧加一楼 一共三房 这房间很大 对每个房间都很够用 这是公共卫生间 目前正在做洋水的实验 就是我们要测试一下 绝对不会滴水到底下 明白 我们这已经测了十几天了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主卧了 对主卧 主卧我们的安排是这样子 床铺到时候软床进来 会看得更直观 床铺在这 中间这里还会把一个大发 这里再把一个电视 电视位 房间内部还会有 他自己的一个小厅 是是 外面的话就是主卧 是专门的一个露台 这路台应该也是非常够用的一个露台 这很大啊 对非常舒服的 这路台很大 他觉得舒服 而且我有天有地都是我的 所以其实很划算 这也是永久产权是吧 土地产权 永久的土地产权 别墅只有65并不多 其实在这里看整个项目就特别的直观了 是是 外面这一排树的 就是排屋在外面 是是是 内部全部都是别墅 然后我们也是 觉得因为我们华人还是有一些习惯是啥呢 就是 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社区是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 所以我们一定做的是严格的 封闭式的管理 我们并不是说头上做封闭 实际上外面还能进 绝对进不了 是是 一定要有门禁卡车卡才能进 然后 到了内部之后 我们会CCQA 会覆盖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监控的死角 那物业费多少钱 物业费不贵 一栋一个月50美金 一栋一个月50美金 那真的很划算 所以目前很多客人来这边是不监控是很合适的 是啊是啊这个 机场盖下来以后这片肯定涨价 全照片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